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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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通过中程药解决问题 但是药店能够选择的治疗疲惫的中程药离朗满目 会让很多患者无所适从 不知如何选择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临床上 比较常用的治疗疲惫病的中程药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功效各有什么不同 比较常用的 有不子李中丸 身灵白竹丸 像沙阳微丸 人身健脾丸等等 不子李中丸主要起到温中健脾的功效 除了治疗疲惫虚之外 尤其是和脾胃阳虚的人 配方里面的父子 肝僵室温中的药 主要治疗脾胃虚寒 胃腕不冷痛 大便吸糖 平常胃寒怕冷 手足不温之类的病症 身灵白竹丸主要起到健脾力施止泻的功效 身灵白竹丸里面的白竹 蒲苓 鞭子 超医人 白扁痘都有比较好的健脾趋势 顾肠止泻作用 所以比较适合于腹胀不适 经常大病吸糖 容易腹泻的病人 另外身灵白竹丸有趋势利水的功效 对于皮肤臃肿 眼带腐肿的患者 这个忠诚药也比较合适 香沙阳微丸也有健脾温中的功效 但是这个药形气止痛的功效相对比较强 锁 依比较适用于胃腕不疲满 胀满不适 上腹胀痛 矮气打嗝 消化不良的病人 其他类似的还有木香顺气丸 沉下 六菌丸等 人身健脾丸有健脾的功效 除了治疗脾胃虚弱等病症之外 药方里面还配偶一些宁心安神功效的药物 也用于治疗一些气血不足 脾胃虚弱导致的心悸烦躁 失眠等病症 以上就是常见的几个忠诚药的选择技巧 脾胃病一般除了用药之外 日常药注意做到三餐规律有时 保持心情愉快 良好的作息习惯 都必不可少 有益于疾病的康复 关注我 获取更多中医养生文章 文章作久原创 未经允许 禁止转载 关注我 获取更多中医养生文章 文章作久原创 未经允许 禁止转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